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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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i姐 你好 很高興今天和你聊天 Gigi姐最近 有雙上膝蓋 換月板 不是突然間 出現問題 有很多年 走路又痛 上樓梯更加痛 現在 做了手術 整個膝蓋換了 好很多 尤其是康復 其實是一條很漫長的路 幸好我去到人山優舍 幫了我好大忙 希望真的幫到你 我不是特意在你面前 而是說 所有的員工是非常專業 他除了 用機器幫助我之外 用人手幫助我 還有 矯正我行路的姿勢 提醒我應該在家裡 如何自己練習 其實我也有聽團隊說 一般 做完這類型的手術 康復期可能要三四個月 甚至更長 他就和我分享Gigi姐 很厲害 一兩個月內 進展已經很快 很涼快 你可否也分享一下 康復的過程 是 因為 麥理治理師 Ryan 會跟我說 你回去 應該做一個什麼姿勢 或者 有空又可以呼一下冰 然後 到差不多 又要提醒我行路的姿勢 我很早已經不用拐杖 不用用輔助器 然後 Ryan都說 你試一下又可以用單腳企 我又試一下單腳企 總之他的說話永遠都在我的腦裡 我做什麼事都好 做家頭細母好 或者是攤頭也好 我都有做運動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進步得很好 還有一點我欣賞你們的做法 就是 你拍攝給我看 你走的時候 就是因為著重在一隻好腳那裡 所以整個人就有歪 即腳就不得直 你才知道 所以是很細心 和很細心 和很細心 就是很 樣樣都撿得很正 其實我很認同那件事 就是治療師的提示 還有怎樣可以在治療的過程 和在家裡 都可以配合到那個康復 這個我覺得都很重要 希望多些病人知道 其實一個完善的康復的過程 其實可以幫助他 重拾那種生活基本的能力 所以變成如果是說有 麥里治療師 亦都有自己病人本身的 互相配合 就康復得很快 不需要擔心 對於可能會做類似手術的朋友們 有甚麼建議和心得 可以給予他們 不要把這件事 當是一件很大的事 覺得人大了 或者機器壞了 你就要修補 修補之餘 你看一下怎樣去配合 還有復康的過程 是的 復康的過程當然很重要 所以就是 除了醫生的祝福之外 就是要 麥里治療師的說話 我們互相配合 就應該很快回復正常生活 今天很感謝Gigi姐 和我們的分享 別客氣 別客氣 多謝你們 希望你們早日康復 是